今天是我和空姐同居的第64天 我不知道游戏对其他男生的意义 但我知道这是我为数不多能坚持下来的爱好 可叶子却非常不喜欢玩游戏 你要上进点 你又不是我妈管的这么多 我就是为你好 于是为了能玩游戏 我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 叶子今天晚上我加班 今天我加班 加班 每次叶子打电话过来询问 都让我想起来小时候逃课去网吧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 陈明你在干嘛 叶子 你不是在加班吗 我刚加完班 过来放松一下 要不坐下一起玩 那天之后我想我再也不用找借口去网吧了 狂奔绝集的 这边晚上是咖啡 又去 昨天两点才从那里回来 你怎么能抛弃你召唤试下谷的队友呢 走吧走吧 果然没人能逃得出真相定律 今天是我和空姐同居的第54天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姑娘 刚认识时 甜品奶茶 坐姿优雅 仪态万千 叶子你怎么了 太老手了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逐渐喜欢上了独特的东西 叶子你在干嘛 我以为螺蛇粉是不像 这是我第一次和这包螺蛇粉相遇 但我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这样普通版螺蛇粉 加腊版 小龙虾版 种类越吃越多 最后发展成 炒端端的姑娘就这样变成了螺蛇粉品味专家 直到有一天 你们家在吃螺蛇粉吧 味道有点大了 能不能小吃几次 甜品怎么了 当我把原画跟叶子复述之后 她眼里的光突然就热了下去 于是第二天我在客厅看见了这样的人 叶子有这么好吃吗 这个最后一包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意思放弃喜爱的东西 我一直是个特别倒霉的人 从小到大连再来一瓶这种饺都没中过 叶子的运气却特别好 我曾经怀疑过她是不是幸运女神的私生女 遇到她以后我的运气也开始变好了 陈平我手机就要上大银子了 你过来帮我帮你一下 这不是我上礼拜丢的两百块钱吗 然而时间久了 她的经理体质也渐渐被我带跑偏了 陈平牙膏用完了 牙膏这种东西极极总会有的 我们决定要对抗命运 走陈平我们去买牙膏 叶子电梯好像坏了 这里可是22楼 陈平你又没有带钥匙 没有啊我还以为你带了 叶子你说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没有好运气啊 乐观点 有一句话不是说上帝为你观想一下吗 陈平可像停电了 随她去吧 毁灭吧 不活了 累了 陈平你看 你哪来的蜡蜡啊 要不要一起吃个烛光晚餐 躲在一边 当空姐室友被催婚 哎呀老妈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到不小了 但是上面像今天给男的你看他 还没坐下就故意就在你可能是 还说什么 他不是在看时间 而是让我在不经意间 看他是个土豪 咱们家没有钱吗 还有前几天那个 帅倒是挺帅的 但是一动半个时间 今天五个电话 全是小姑娘打的 他自己一看就是渣男了 哎老妈 我跟你刚刚拿起来的照片 你看一看帮我捉摸摸摸 陈平昨天我把你照片给我妈看了 那你妈怎么说 我妈说她挺喜欢你的 这样啊 那你还不赶快叫爸爸 和叶子同居那么久 难免会发生 开 我连续撸下了一个礼拜 心里就想着吃一顿火锅 我知道你以前都是让着我 都没想到 男人说变就变 哎 吃火锅吧 这两天降温 我好不容易一次人开反悔 你感冒了 没 鼻子有点痒 喜欢这次不早 我先用听起来的 搭配一遍 加一个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快要一起吃火锅 哎呀 陈平吵死了 这段时间叶子工作非常辛苦 我要好好犒劳一下她 今天我就去接她下班 顺便做她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冷冷的评语在脸上无论 叶子 你 你竟然 啊 我怎么了 就是给你叫儿一带做我的包包 对 哈 她只是你的妹妹 是不是还想说紫色很有韵味 哎 兄弟 你误会了 你还想解释什么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底 看到你们有多甜面 我们啊 是亲生兄妹 亲兄妹 那是我搞错了 不过 看你这么紧张叶子 有你照顾她 我也算放心了 这里有点钱 你先拿着 也不出去 还是应该拿孩子的钱吧 哎 大哥给我钱 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你放心 以后叶子就是我 一父一母的亲妹妹了 叶子怎么还不走 跟大哥聊什么呢 我给你多大百块钱 下次我来找你 哎 陈平 前天师傅没有回家 我回来了呀 哦 好 好像那天 跟朋友一起去开黑了 你们男生就喜欢互相打眼 然后不交换给你朋友打电话 试试一下 这有什么不敢的 喂 哎 江泽 陈平说他晚上不回来了 好像说要去这边看球是吧 啊 啊 对 这话不用打快船 几个朋友都在这边 那你要开接下电话吗 他出去买饮料了 对了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你来一遍 我啊 我就不来了 你们玩得开心就好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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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怎么还卡过来的呀 喂 喂 你在哪 刚才一直给我打电话 放心了 哥们都帮你运过去了 你是不是跟上次夜店认识 那个大床腿在一起 啊 记得早点回去 夜店 大床腿 那你看我的腿就差了 得了吧 人家那才叫腿 你就最多就一交通工具 叶子你没事吧 啊 痛痛痛痛痛痛 你属狗的吗 空姐是有不为人知的爱好 今天是我和空姐同居的第48天 一起生活那么久 我发现叶子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爱好 陈敏 我们买行李箱嘛 啊 买行李箱干嘛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想了没 明天又搬家 啊 又搬家 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说又搬家 是的 在收留我的这段日子里 叶子已经搬了三次家了 而我每次问她原因 年轻了 这里略不同的风景 吃月风 光和美妆 我都要 于是在我跟叶子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只能四处漂泊 陈敏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很大的书柜 摆上好多好多的书 那我的鞋子怎么办 这里我想摆两台电脑 到时候我们一起摆一线 上次0-30超轨的是谁 阳台呢 我想种点花花潮草 都是肯定很好看 陈敏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啊 我在听 但是叶子 这些要花好多钱啊 没关系啊 我爸把这套房子买下来了 也不差那点钱 你 你 你竟然把一套房子都买下来了 怎么需要再说呢 请问几套也是我的 是我妈帮我买的 你不知道吗 我也想有这样的爱好 这是我的室友叶子 今天是我们同居生活的第三十三天 那你的早餐 我不要吃炸鸡 可是现在才早上啊 我管了 我不要吃炸鸡 今天晚饭你请啊 快点 叶子的职业是空姐 听到这里会有很多人羡慕我吧 小敏 你是不是把我一套房子一块洗 啊 我 我不是怕麻烦 我只是想省点水费 但是不好意思 真实情况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一块 没有人允许 不行起来 人在屋檐下 你不可以抱怨 不可以顶嘴 不可以不听话 否则叶子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变漂亮了 换头了 换头了 如果你们有机会和空姐一起生活 会怎么样呢 叶子我今晚去开黑 晚饭就不一起吃了 好啊 去吧 不对 这次竟然没有丝毫抱怨 等等 叶子只有去见闺蜜才化妆 看她打了好几个电话 约的人还不止一个 饭局过后肯定少不要酒局 我家没海王能放过这种机会 算了 老师去上网也没什么意思 还是晚上和你一起去吃饭吧 嗯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的问题 晚上是小街还是小门 我刚刚在一起 喂 哎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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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开机 好的好的 马上来 叶子吃早饭了没啊 哎呦 通宵真是累死我了 我该想你喜欢打游戏 难道 陈铭说去通宵了 但是看起来精神并不疲惫 也没有因为耳叶长出来的胡渣 外套变得皱皱发发 看起来是被什么人压过 最重要的是 通完宵身上不是燕锐 而是 香水 陈铭老师交代 你昨天是不是跟陈姐姐出去玩了 没有啊 那你身上的香水味是怎么回事 哦 你说这个 这是我前几天买的 麦夫迪12星座香水 我喷了射手做的 嗯 大自然的味道 哦 渣男做 不过你买香水干嘛 我 变得你们怎么门都不锁 陈铭你怎么来了 嗯 的香味 今天是我和空姐同居的第56天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空姐的日常是什么 其实她们跟普通的上班族 没什么区别 一样的上班 一样的下班 吃饭 玩游戏 陈铭快快快闪大龙 五杀五杀 但就像每个普通的职业一样 都会有自己的两面型 你们羡慕她光鲜亮丽四处闯荡 但并不知道她们经常需要 日夜颠倒加班加点 喂 陈铭 见过凌晨十点的机场吗 我马上到家了 记得给我煮香烟哦 每天早上五点 她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化好职业妆 然后带着满身的疲惫和黑眼圈 去追赶最早班次的地铁 下班之后一头抓到堂上 像是被床分印了一样 再也不想起来 叶子叶子 起来吃点东西啊 嗯 我想睡觉 问起叶子为什么会喜欢这份工作 她说 要擦饭了嘛 哎呀 跟你开个玩笑了 就是想去大阪看一场樱花雨 想去莫斯科吃一个鸡肉卷 很简单的理由 但是 鸡肉卷好像是墨西哥的吧 偶遇童居空姐和她的朋友 是种什么体验 哎叶子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来了 回来吃几单啊 明天要我吃双档 我吃了 就是我小姐姐的小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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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姐姐长得真好看 叶子 这就是跟你同居的那一位吧 长得蛮帅的 没想到小姐姐不仅长得漂亮 还比那个老女人会说话 不够了 还漂亮吗 哎 没有 没有 也就一般帅 哎 小姐姐 我刚才在这个地方丢了一封信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什么样的信 你的微信 我习惯在跑里藏 你想到你还蛮微妙的吗 不过我手机坏了 我看一下 这不是能开机吗 这也没坏啊 那为什么手机必须是微信 嗯 棋坟对手 讲了一个两台 安排 叶子人呢 怎么不见了 叶子叶子 你怎么了 你现在就搬出去吧 我看你跟我拼命 摇摇情话的呀 你还带在这里吗 你说什么呢 人间的情话本来就不多 一个姑娘加脸红 便胜过一大段 不论结果如何 你都是我心中的老母猪 当空姐是有知道你参加同学会 诶 陈敏 听说你要去参加同学会啊 对啊 你怎么知道 那我给你个命名武器吧 保证您的心理同学 一点酒都不会怪你 来 说声管 你可别骗我啊 有没有那么厉害 还有啊 你给我戴这个干嘛 我又不起头发 这你别怪 反正这很有用 叶子叶子 你给我的小头声是真的很好用 那当然了 他们是不是说 你有女朋友了就不为难你了 他们说快些一首情歌 压缩工程 诶 陈敏啊 小头声你怎么不继续戴了 我这要跟你说呢 我帮一个女同学抓头发了 她还夸我手艺不错 说下次要请我吃饭 你 你手艺不错是吧 来 去给你那个女同学脏 把这些头声全部给她脏上去 好啊 我正好帮她做个脏便 陈敏 我要出去飞个长线 这个星期你就自由了 诶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会好好照顾饭团的 拜拜 你走了 每天压迫我的狼女人终于走了 我怀着万分沉重的心情 送别了叶子 饭团 从今天开始显肥知道吗 自从叶子不在 我就开始了丰富的叶生活 你知道谁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直到有一天 饭团 饭团你去哪了啊 饭团 饭团 还好不是跑出去了 不然要背叶子 对了 叶子 这个名字好像很久没出现在我嘴里了 糟了 今天叶子好像要回来 诶 叶子你终于回来了 告诉你多少次了 洗完衣服要甩干 你招死了 对了 你饭团了没有 叶粉 蛤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叫你一下